現在已經開車了 我載著一票兄弟 我老兄弟 我載他們出來 我今天這台是一兩百 等一下帶大家試駕是S Class 可是這個一兩百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你要怎麼樣放很多重點在科技上 你會忍不住被它的細節又吸引走 你多少人會覺得它是貴族 貴族的感覺是包括這件事 你看 登登登登登 它完全沒有窗框 而且它的感覺是自己會有一個蜘蛛生出來 上一次我看到你關上車門 然後安全帶有個庸人幫你送上去的時候 的那一台車是賓利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賓史 就是 好啦你們都這樣啦 好啦 以後我們怎麼回到我們的 一般買的史 古實的國民車上 對對對 但是它試著古實 但是它的科技涵養 跟它的一些內裝的豪華度 你又很容易就會又被它吸引過去對不對 怎麼樣我們開了S Class了對不對 你覺得怎麼樣 S跟E我要怎麼選擇 噢這個兩個核心的味道 這個核心的味道都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車格跟車輛所肩負的這一個 所謂的它的定位 稍微有點不同 但是高級感是一以貫之的核心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影片跟等一下節目就知道 我們今天的節目根本就不是在談車 我們在談一個未來 我們在談一個拯救這個地球的一個行動 這個行動偉大了偉災 大偉哥 遍地開花世界各國在發生什麼事情 車壇 世界車壇在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看看賓士在做什麼就知道了 因為賓士它在很多方面 不管是電動車無人駕駛 或者是能源的一個節能 或者是car sharing這些 它都已經走在世界的前端 車壇的前端 所以今天看我們這一集的話 也可以了解賓士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對對對 我們靠近一點點 我先跟大家講 做什麼事情用嘴巴講是沒意思的 那個就是沒啥 但它在發生喔 它在做喔 它做了很多 我們等一下讓你用肉眼看到的事情 它有畫面 它真的就正在進行事 那這個對於賓士控而言 心裡頭有點難 難以接受或糾結 因為你從老賓士看到現在賓士 它已經是不同的世界了 我只能說接下來的這一些時間 就是車廠它已經不會只是車廠 它可能會變身成 進入你生活 或者是跟整個環境綁在一起 或者是影響後代子孫的一個很大很龐大的一個 偉在Roger哥 他想說影響後代子孫 有到這個誇張 有有有 我們在節目裡面都有提到這個事情 我覺得大家用比較財經跟科技的角度來看 當然平常是愛看車的觀眾朋友 我們也會滿足您對車子的渴望 但是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很有收穫 尤其是蘭尼克他今天要跟我們介紹 賓士的車模 賓士的電玩 賓士的車進到電玩跟電影裡面 跟現實生活 而且落差不到 因為大多時候大家都看了電影 看了電玩 然後看到這些未來車子都覺得 這是未來的事情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你們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我們十年前在幹什麼 二十年前在幹什麼 我們都想不到二十年後 果然現在的我們 其實現在環境已經變成這樣 對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談論這個 十年後 五年後 十年後 甚至二十年後會變成什麼樣的環境的時候 都不能說不可能太遙遠 對 因為只要技術 有些技術的突破 馬上就會發生 對很多事情馬上就會發生 三五年自駕自己跑在路上 你不用去碰方向盤這件事情 已經在各國再發生了 台灣呢 台灣下一步在哪裡 然後重點是 今天我要逼他們猜賓士的Hero Car 因為到現在賓士他就不鬆口 不鬆口啊 好天爺啊 猜中有獎嗎 你到底是哪一台車啊 猜中有獎 藍尼克要獻香吻 觀眾會不會嚇跑 大家都退戰 大家都退戰 不管我的事 大家按退戰是不是 好啦 賓士的Hero Car到底是哪一台車 我怎麼樣的言行拷打就是問不到 但今天有蛛絲馬跡 大概你會猜得到 有可能 有機會 如果沒猜到 那一定是一個巧合 好啦 晚上11點一起來 猜猜賓士的Hero Car 五十七台